圆圆 男嘉宾好 就是你刚刚提到你的那个恋爱 有一个控制欲这个词 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行为 其实称不上控制欲 应该来说是你心甘情愿为他付出 因为现在就经常有这种话术 就是男生在做家务的时候 女生在旁边说 宝宝你好帅 或者说你做这个饭好好吃 这样男生就会持续不断地为他付出 给他做饭 然后做家务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反过来好事不好事 如果女生在做菜男生说 亲爱的宝贝你做菜好好吃 我好幸福 你们觉得这好使吗 好使 一人二义吧 是也有人点头 这个里面讨论的是一种平衡 那有些人觉得我付出一些劳动 我擅长的事情 我获得了很多情绪价值 他觉得合算就可以嘛 心甘情愿就好 那有人就是愿意听好话 但有些时候你让他努力 你好话也没有 那可能人家就不愿意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中文字幕志愿者